改造得不错 以前这里这一层 主要是用来养生树和丢发掌握的 现在改造成农家落之后 这里也改造成这个又插人的地方 我发现了就是这个柱子底下 有这个石头 石头主要是将固它的稳定性 我们旁边都是山 这些人材料还是很容易取得到的 珍惜大自然的馈则 利用大自然的这些资源 让我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好 对 那我们现在再去第二层挂来一下 好 这里卖地上来 走 现在这里是蒙古屋的第二层 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这个火坛 我们做菜做饭都在这里 然后这里可以挂一些辣肉 可以熏辣肉 这个火坛也可以传在这个沙楼 刚在沙楼的空间 楼底那个芒草是有一些唾气的 它可以从茅草底那里透出去 而且它这个也有一种功能 就是可以把那个茅草 可以让它更好地拔血拔住拔丑 茅草它又可以防水进来 它又是透气的 又可以让烟出去 对 这简直是完美 这是个呼吸法 这不得不感叹一下我们老祖先的智慧了 那我们现在去蒙古屋的第三层 好 好 好 这沙楼呢 以前主要是用人储存粮食的 现在这里也改成了民宿 然后你们今晚就要住在这 太好了 特别温馨 好有安全感 现在可以出来看一下这个上坛 你看这边 全是蘑菇头 对 这个上坛主要是晒粮食的 粮食是放在最顶层的 所以呢 其实晒完粮食之后 就可以很方便地把它放回到位去 对 这里有个洞多 这里 我们在这里散干了以后 从这个洞里面放下去 更方便了 直接从这扔下去 想想这儿堆满了粮食 欣欣有没有想在这儿打个滚的感觉 我想 我想说在这里一直看学习 今天晚上可以体验一下 这什么神仙般的生活啊 蒙古墓也差不多都关了完了 换一下衣服 然后我们就带阿罗聊聊天 好 其实你又发现他们的蘑菇改造没有大拆大建 对 以前什么呀 现在还什么呀 保留了传统的美 保留了前人的智慧 但是又提高了舒适性 这是多好的一个结合呀 这一处使我们更加优势地保护我们的蘑菇屋 一般年我们这个村 从全集体改成了这个旅游公司 政府也出钱出力把我们把这个蘑菇屋改造了 也住起来更舒服了 然后大家都不会想着把这个蘑菇屋贴倒 然后建成干击水泥板 有了这样一改造方案之后 一下就变成了非常吸引人的旅游资源了 而且保护这个蘑菇屋呢 还可以得到那个菇屋的背后 是怎么个分法啊 就是我的福克在这个裙子里面 然后就是我要保护好这个船头们去买 还有那个田比一下做好 其实就是咱们阿者科村的几大亮点 都可以作为分红的一个条件 对 比如说你们家有田 你把这个梯田做好了 这可以相当于你多分一笔 蘑菇屋你改造好 你经营好了多分一笔 对 因为这个我们公司 是我们全球体开的嘛 然后他们有早上一次收益 直接就有颜色本来给大家 这个我们村民 等于说把村民的收益放在首位 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能够百分之百保证 未来如果经营得好 那收益一定是你们自己的 对 我们这个阿者科村呢 是在人口不搬迁 而且呢援助的这个生活形态 不变化的情况下 保护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历史文化遗产 对 而且呢给它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把资源变成了资产 让那个老百姓过得越来越富足 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有典型意义的 不变化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